早餐 話說這個酒店提供了一個免費的早餐 是用普飛來吃 那免費 你會覺得可以 可能會很差 可能會覺得免費的早餐 比較少東西吃 但是你看一下是不錯 但是它有一個限制就是 只可以吃30分鐘 30分鐘之後 你要吃完就要走了 應該都可以夠的 那如果大家來到大阪 一般都會行百貨公司 去這些百貨公司的超級市場 裡面買東西 那其實那些超級市場 就是超貴的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去 那些那麼貴的超級市場的話 那其實可以介紹你 還有這一種類型的 適合市場 在日本 那那你就需要去到一些 居民區裡面的村民區裡面 有一些這樣的套事 那裡面的東西是非常的便宜 我也非常的推薦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都有很多粒粒粒的東西買的 那一般來說都是 就是百多日圓 就有交易的了 就是譬如在這些麵 那樣八幾日圓 就是十塊有五包 就是都不知道在哪裡買到 那當然啦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生活的用品 常用品 食品來的 那它未必是名牌 但是如果你說一般 一般的品質 其實你都應該可以放心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就是其中一個 大阪的熱門的旅遊地點 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 那你如果早上來的時候 可能會多點東西看啦 那還有呢 平時應該會有很多遊客的 所以呢 我是絕對不會進去的 拜拜 來到日本就當然要吃拉麵啦 那你說一般的拉麵來說呢 在世界各地都吃到的 那通常是那些豚骨味啊 或者是那些味噌味啊 那些很普通的啦 那你來到日本呢 應該要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是一些特別的拉麵 比如說你這個 是用魚做的湯的拉麵 那我們呢 一早就來到這裡去排隊了 因為就是他們這個營業 是真是很奇怪的 11點39分開始 啊但是我現在來到 11點40分已經要排隊了 那我就等一下吧 其實那一陣已經進來了 很快 那但是 原來進來了之後呢 買完票呢 都是要等的 等了那麼久 終於都可以吃了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最出名的 魚湯奶麵 那我現在先試一下 好不好吃 那這個地方淺炸 所以呢 我就這樣吃給你看 沒辦法 那我先試一下那個湯底 來吃 哇 好濃味啊 全部都是滿美的 很濃味的 魚的鮮味都在裡面 嗯 嘗一嘗這個叉燒 叉燒 它是比一般 日本叉燒呢 是比較瘦的 那它所以呢 它就是我覺得 有少少 少少粗 但是 如果吃一下這個肥的部分 很大味道 嗯 肥的部分還好一點 因為肥的部分 它 是滑一點的 吃馬公命 嗯 麵很好吃 試一下最出名的 這條小魚 原來很韌的那條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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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繼續吃吧 那大阪呢 因為跟東京的交通呢 其實是有點 不同的 那麼東京來講呢 你坐JR是比較方便的 JR是比較方便的 在東京 但是如果你是在大阪的話呢 我就比較建議你坐這個大阪的地鐵 那如果你坐地鐵的話呢 我建議你去買一個PASS 那就比較划算一點 因為它坐到一個站 可能最便宜的 180 左右 那你買一個PASS 還是600 左右 所以你買了一個PASS 就比較划算一點 這就是大阪的市中心啦 梅田區啦 其中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來的 神奇的地方就是在 因為它是地鐵跟很多鐵路的一個換成的車站 然後呢 我每一次來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都會是當實路的 那麼在這個廣場 是一個呢 其實是一個隱世的 辛梅田石道街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地道的一個 很多小店 吃店的一個集中地方 那我現在帶大家去走個圈啦 那其實它每個店都很小的 那坐幾個人 那這樣 那但是呢 那這裡的食物呢 就是 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的東西 那我每一次來的時候呢 都可以去吃一個店 我現在就去帶大家去找回 我最喜歡吃這裡的一間店啦 那我最喜歡吃這裡的一間店啦 那走著走著呢 就找到了 那就是這間叫做 少林 的一個店 那其實它最主要是吃什麼的呢 最主要就是吃這個 親子丼 那它那個親子丼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它的蛋 它的雞蛋是鮮紅色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那因為我今天就吃飽了 吃飽了 所以下次我再帶大家一起吃 雖然香港都開了DONKE 那但是呢 來到日本沒有理由不來行的嘛 其實這個DONKE 在那個美田附近 美田站住過來不到五分鐘 那如果你來日本的話 沒有辦法去看一下 對嗎 那很近的 那你走完這裡 其實對面也有很多東西吃 那 沒有理由不來的 是不是 另一個購物一點 在美田那邊呢 就是你可以來 板吉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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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大阪站那邊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 可以行的 那大阪站這一邊呢 還有一個Youtubashi 一個賣電器的 有很大的商場 你可以過來這邊逛 那其實這裡你都可以 走到一天的了 都可以有很多東西買啦 還有很多東西吃的 那如果新港線那些呢 不是在這裡 但是新港線呢 就是搬到去 新大阪站那邊的 這些呢就是日本的電力店 那裡面其實就是大到爆炸的 通常呢有八九層這麼大的 那你如果你有什麼需要買的話 你都可以在這裡買 但是如果香港的話呢 就不是用台灣的還好 台灣跟日本的電壓是一樣的 那你們如果香港買的 最重要的 香港用的話呢 你最重要的 看香港的電壓 才對 因為大部分的電壓 他們都不適合香港用 大阪站這裡呢 其實因為有很多廣場的關係呢 其實經常都有很多子彈那些放在這裡的 那這次呢 我們就弄了一個流冰場在這裡啦 那除了流冰場之外呢 其實這邊呢 都有很多東西行的 這個商場 那通常星期六日呢 星期五跟星期六跟星期天的話呢 有機會就有一些農產品會擺在這裡的 可以看到嗎 有人在這裡 看著我 是去台北洞 在這邊 我又沒有," Sami speech 你… 不... 你… 你… 你可以… 你… 有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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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牛扒拿上來 然後這塊牛扒 就是放進這個碗裡吃的 我猜是這樣的 我現在就去試吃 嘩 很熱 嘩 很熱 很熱 它還有一個醬汁給你 這個醬汁我試試倒進去 好了 大功告成 那有很多 剛才我就用炒刪 把牛扒切成一塊 夠夠的方便進食 我現在就試試吃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肉質不錯 有肉味 有牛味 但醬汁原來這麼濃 其實原來是偏淡的 我建議你蘸原本的醬油會比較好吃 這個醬汁 果然是 怎樣之後是比較好吃的 這是一條爐 能夠吃一條飾 都可以吃的 那麼快 我們上次各樣吃的菜 都可以吃完 我們吃完 所有东西吃光之后,要吃甜品 吃甜品就是牛角的冰淇淋 这个雪糕,牛角版的绿茶雪糕 牛角版其实跟普通版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它就加了这些粉和糖浆 那就是牛角版的 大家看到我来到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要以为去了什么西外陶园 其实就是来到大阪的SPA World 如果你住的酒店,不是很高级的酒店 没有泡汤的话,那你可以到这里 如果你也不想浸酒店的浴缸的话 都建议你来这里浸 因为其实这里有几层 分开蓝类的,如果夏天就更加好 就会有游泳池那些提示给你用的 那千两日,你在里面也可以浸 其实也可以吃东西跟泡汤的意思 而且都是1200日币左右 那其实我推荐你们,就是购物玩了之后 或者是玩了一天很累的时候呢 就过来这里泡汤 今晚呢,就带大家来吃一个平民的天府罗餐厅了 哇,我们先看一看 先预订了这个定食呢 其实很划算的 只是一千零九十元 只是日币一千多元 那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所有的食物都是新鲜现做的 那非常之新鲜唯味 如果你不需要要求太高的话 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的,这个 好了,那我们现在开餐了 试一试虾 虾 虾 很大一只,中虾 换在天府罗餐厅 嗯,这个粉漿很薄的 这个粉漿都可以做得 所以跟你说去吃几千元的顶级那些 没有得比较 但是这个如果平民的千多元来说呢 是绝对绝对对得住那个价格的 是非常划算的 嗯,再吃完这个 蔬菜再吃 啊,真的不好 我自己颜外呢 加了一只蛋 阿妈说的 炸蛋 美苏基的炸蛋炸蛋 哇 流心炸蛋 炸蛋 很甜 很甜 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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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有很多配菜和配料 其实任我来 自助的 在那个包子里自己拿 嘗嘗 嘗嘗 这些是明太子来的 这些 任我啊 超棒 明太子任我 我本来以为是萝卜用 以为就是萝卜用 现在是明太子 嘗嘗 这个饭好棒 吃饭了 不跟你说了 拜拜